今天很高興兩個來到我們 合法旅館標章的一個啟用 其實這個合法旅館標章 對於我們台南市的旅遊品質提升相當重要 尤其台南市當然知道 旅遊的這個是民眾許多國人 還有包括外國觀看客的一個旅遊的首選地之一 所以說我們去年的旅館住宿率還有來客數的成長率 事實上在全國來講就是旅業前茅數一數二的 所以說在這麼多的旅館住宿裡面 當然可能有一些日租的有一些是非法的 這些我們都要做一些區隔 所以我們就努力來做好這個合法旅館房間的標章 那旅客我們會公布在網站上之外 我們會大力向許多包括旅行社還有旅行官旅業者 來大力來推廣 那大家都認明這個合法旅館房間的標章的話 大家就可以安心住宿 那可以這是一個在房火安全的標準上 在進出動天的標準上 在房間服務品質的標準上都是合格的 所以我們這個不僅它是合法登記的旅館 而且它通過了總統的這個檢測 它通過總統的中國總統的標準 設置的標準是合格的 所以我們會力退這個台南市的合法旅館房間 標章的這個制度 市長想請教 目前針對這個合法標章 大概怎樣的一個取得 或是它有一些門檻還是怎麼樣 那目前大概 太南市大概有 有幾間是合法的一個 朝陽市的旅館房間 合法旅館的房間 大概有一萬一千多 一萬一千千 一萬一千千百八 是旅館的部分 對 那旅館的部分一萬兩千三百九十八 那民宿的部份另外在計算 那民宿的部份有1494間房間 再上12398間的旅館的房間 這些都是像13800多 那所以說這些都是我們會嚴格來執行這些合法旅館標章的這個落實 那將來旅客或想在台南住宿的朋友們 只要看到這個標章就知道它是合法的旅館 它的消防、它的房間品質都有一定的水準 雖然它有不同的心等 但是基本上都是合格的 那住宿有保障、安全有保障 這個是我們要理推的 那市長想請教因為北部這邊的防禦旅館出現一個破口 那台南這邊有沒有陸陸續續在做機場 我再次說明一下 這個因為台灣是一日生活圈 那這個每天都南來北往的民眾相當多 所以北部現在有疫情 北部也是要繃緊神經 這是我們基本的原則 基於這樣的原則 我們這個防疫決定是往上升級 升級的方式 第一個 我們對於這個室內集會 一定要採取失聯制 失聯制包括就是說 一定要這個進來的人 一定要有姓名還有這個聯絡的方式 包括手機等等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這個戶外的大型活動 那只要這個上千人 我們就會採取這個嚴格的要求戴口罩 防疫計畫一定要落實 尤其今年是台南的香科年 那接下來的香科活動 我們都會要求大大小小的這個鎮頭 和參與的人員 那希望主辦單位能夠掌握 然後這個我們也會要求這個 把大家戴上口罩 第三 這個實施的期間 因為目前為止 最後一個發生的案例 進駐諾富特的病例是4月29日 4月29日加14天 就是5月13日 所以我們會把秋冬專案的這個實施的期間 從7日起一直延長到5月13日 那中央是說5月15日 因為中央是說 大家到5月15日以前都不能放鬆大意 那當然我們根據這個科學的這個部分 我們秋冬專案會自行延長到這個5月13日 那其他的縣市 我們尊重其他的縣市的做法 第四 那個我們戶外的活動 即日起那個試吃一律停止 因為試吃就是要摘下口罩 那就是吃東西跟人家討論這個部分 那我們即將來臨的一些 本府舉辦的一些活動 試吃都停止 然後再如果是跟吃有相關的部分 也都侷限於這個 一定要有一些隔板或一些防護措施 但是那個在現場說 這個吃那個吃那種試吃的 我們就停止 也希望說一些大賣場的試吃活動要停止 因為很多大賣場都有提供一些試吃的服務 也作為購買的參考 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說在5月13日以前停止 今天已經是5月3日 所以至少還要再四天 如果今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有公布新的病例或公布新的部分 跟諾福特相關的 而且是本土案例的 我們不排除再適度再延長 謝謝 好